大家好 我是Winnie 孫敏儀 今次和K11合作 其實就搞一個workshop 這個workshop是叫Undo Facebook 其實是part of一個大的project Undo Knowledge 中文叫做打開知識 其實打開知識是一個平等分享 以及是一個免費的網絡平台 希望透過這個平台 無論是各個階層、不同的背景、學生、年幼 或者是不同種族的人 其實都可以參與這個知識分享 以及去看一看或者思考 其實在現金社會裏面 在數碼化的社會或者現在我們的社會裏面 其實知識是怎樣去流通 或者是怎樣去circular 怎樣去再生產等等 其實今次的Undo Facebook 其實跟數字是很有關係的 其實我們就覺得 其實在現金社會裏面 很多時候我們都很容易被一些數字去操控 或者影響一些知識的生產流通過程 譬如我們每一天都會面對有很多的排行榜 其實都是一些數字 其實都是在操控我們的知識 所以特別今天其實介紹有兩個 我叫做browser add-on 就是瀏覽器的附加軟件 或者叫附加程式 譬如你安裝了一些附加軟件 的時候 其實你會看到這個interface 有些什麼不同的地方 譬如在按鈕圈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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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你會看到 我試一下 你便會看到 正常就是 有很多數字 有不同的藍色 有藍色 有紅色等等 但當我可能是 安裝了一個 plug in 其實就可以把所有的數字 都收起來 當所有的東西收起來 你再無法衡量 變成每一個訊息 變成很fair 又或者你不會被這些數字 去manipulate 我只是看一些like的post 或者是影響了你的想法 整個undo knowledge的program 都是想令到大家去思考知識的流通性 以及如何再生產 另外就是undo knowledge 其實是去challenge一些現有的 究竟是誰去create這個知識 或者是誰去操控這個知識 我們去嘗試去反思這件事 其實這就是整個idea 我們7月6日會是一個分享日 平等分享的意思 希望我們想打破一個institution的框架 任何人 其實他認為他唱歌很好聽 可能他覺得他吃瓜子 一分鐘吃了一百個瓜子 他覺得是一個新的knowledge 或者他認為是knowledge的話 其實都可以和廣大的人去分享 他認為的知識 這就是我們所謂的希望 不要有一個階級 就是不要有其他的policy 用不同的知識都可以流入去大家互相分享 其實就是整個undo knowledge 或者是undo Facebook undo不同的情況 undo living und demanding的一個program 對付總統大的人 對付總統大的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